你喝醉酒了 怎么还在汽车呢 没喝醉 今生就是满身的酒气 然后我先扶起她 问她有没有什么摔伤 有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 她说没有 从她交谈中 她已经就是说 已经一时开始有点模糊了 就跟家庭住址 然后家庭学院都不太清楚 交谈询问得知 女子家住沙子堂小学附近 晚上参加同学聚会 一时高兴多喝了点酒 交谈过程中 女子的醉坛越来越严重 也无法表述明确的家庭住址 为安全考虑 交谈把她带到交警港厅 强制休息 并通过女子自己的手机 联系上了她的丈夫 她丈夫也平时说 她有这种喝酒的习惯 有这种酒饮 就比平时都 平时就已经尽量叮嘱她 但是因为这次是她同学聚会 就是她一个人 交谈提醒 根据长沙市城市道路车辆 通行若干规定16条 醉酒后驾驶电动车 在虎花路那里 并暂扣车辆的出发 市民羡慕把交通安全当儿戏 久后不能驾驶机动车 这个观点已经深入伦心了 但是我们作为交警部门 同样要提醒大家 就是喝酒和醉酒后 同样不能驾驶这种 非进度车 比如电动车和自行车 这样同样会对自己 和他人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 朱迪郭宇报道 谢谢大家